不过后来从来不会亏待肯吃苦的人 他因为这部影片成为了知名导演 在大家心中也留下了硬汉的印象 其实大家不知道吴京在娱乐圈也发展了二十多年了 成名更是非常不易 为了能拍摄一部影片 把自己很多财产都倾注进去 不过这件事还是多亏了老婆谢南的帮追和支持 不得不说吴京的确有一个好老婆 不过吴京的确和谢南结婚以来 也曾受到过外界的质疑 不过后来大家也逐渐祝福 谢南的确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不过吴京的爱情之路也有自己的苦楚 这这份感情中吴京还有段长达多年的感情 当时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底部 这位名叫樊逸敏也是圈内的人 樊逸敏出生于上世纪七零年代的乡 前亚洲电视议员 樊逸敏在上世纪十分的出名 他的优雅身上淡淡的古典气质都十分迷人 你让导演在他身上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忧郁与浪漫 觉得踏实非常适合拍摄古装剧 不过两人到了两人见家长的地步 女方却后悔了 主要当时吴京并没有人气并没有多少经济 简单的说就是嫌弃吴京穷 最后两人分开了 樊逸敏后来很快的嫁入了富豪 他在事业上是挺顺利的 但是在感情上 他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波折很多 和吴京的感情破裂之后 樊逸敏就跟一个香港的十分有钱的大老板开始交往 可能因为有钱人就不安分了 两人没过多久就离婚了 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 樊逸敏即将步入50岁门槛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的眼前了 也没有结婚 很多的粉丝当然是也已经忘记了他 忘记了自己当时的疯狂 更有人称在菜市场见到了他 只不过这时候的他却是在市场里面卖鱼为生 而他本人其实也非常后悔这件事情 不过吴京也回应了这段感情 说过去了 毕竟不是这个女人的话 他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对吴京来讲谢南和樊逸敏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给他激励的女人 请不吴京